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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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世界上手印岩画都很多 我们荷兰山手印岩画也很多 其中最著名的是我們克蘭口的一幅手印岩畫 這幅岩畫它的結構上有一個很纖細的兩隻手 一個小手印 一個大手印 把我們的手放在上面 筆畫了一下 它那個手很纖細的說明是一個女人的手 那個大手印上面它還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圈 還有一個帶的一個東西 裝飾物 那麼這個小手印旁邊還有一個像魔鬼一樣的箭頭 那麼這個箭頭像外紙 小手印的下面有一頭牛 它的牛的前半部分像大手印的跪拜 然後後提起來的前提就說是跪拜下去 就是小手印和大手印的上方 有一個雙眼蟲團的一個人面像 在它的下方還有很多的動物 我們通過專家的研究和判斷 這是我們最早的一份古代的一種契約的形式 直白一點說就是最早的一種合同 大手部落戰勝了小手部落 小手部落你到遠方去 你的財產歸屬於我大手部落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看那跪拜的這個動物呢 全部向這個大手部落這個方向 小手印呢畫的往外走了 那麼上面的雙眼蟲團的這種這種研畫呢 我們通過研究呢它是一種代表神靈 只要神靈的基本上都是一種雙眼蟲團的這種形式 大手部落戰勝小手部落 那麼你財產全部歸我了 那麼在神靈的見證下 契約是永遠有效的 你不敢違反 你要違反的話呢 你就觸犯了神靈了 所以說呢 這是我們最早合同的一種處形